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上班了 去干啥了 甭提了 我上周发生点小状况 左耳突发性耳聋 你看你这个低频的听力 都已经到了50分贝左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突发性耳聋 我住了一周院 这才好 那现在呢 听力好点了吗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去医院看呢 然后医生说得亏是来得早 你就晚了的话 时间异常就有可能导致 这个永久性的耳聋 这么严重呢 就人家说了 就是因为带耳机造成的 是吧 所以啊 这耳机 你可得注意啊 高老师 你要是带降噪的 你这就不会有这问题的 它普通的就不行 你这降噪吗 降噪 我试试来 你带我这个来 是不是 这两个耳机的音质 不能说一模一样 也可以说是大叉不叉吧 怎么会呢 我买这个耳机的时候 它上面写着是降噪耳机 还花了我不少钱呢 这钱可能要白花呀 耳机用来接收媒体播放器 发出的电讯号 利用贴近耳朵的扬声器 将其转化成 可以听到的声波 然而目前 全球超过十亿年轻人 由于暴露于娱乐环境中的噪音 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 尤其在噪声环境下 耳机使用者只能通过提高音量 掩蔽环境噪声 才得以听见或听清耳机内的声音 这加大了听力损伤的风险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耳鼻咽喉研究所 通过一系列实验 验证了听声时间过长 和声音强度过大 对听力均会造成严重的损伤 在耳窝当中最主要的结构在于毛细胞 这个毛细胞出生之后16000个 它是不能再生的 丢失一个它就少一个 所以丢失多累积起来就会出现一个清理下降 其中毛细胞上的鲜毛则是造生损伤的 易感部位 那么如果是鲜毛本身一件清理的损伤 可能24小时或者48小时 它就恢复了 那么这个暂时性听力语的一个基本原理 但如果是细胞的胞体损伤 或者是神经突出的损伤 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永久性的听力语 日常生活中 很多容易被忽视的不良用耳习惯 都有可能导致突发性耳聋 在发病后不及时就医 还有可能发展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因此专家提示 我们在造生环境下 第一是健身的远利 第二个呢 如果是一定要在造生环境下 工作和生活 那么注意要佩戴耳罩耳塞 佩戴降噪耳机 近年来不少商家推出了 有降噪效果的耳机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而王月使用的这款 号称降噪且价格不菲的耳机 主持人佩戴后的降噪效果 并没有特别明显 那这到底是不是一款 性能优良的降噪耳机呢 在面对市面上品牌众多 价格各异的降噪耳机 又该如何挑选呢 科学求证 眼见为时 大家好 我是高泽民 耳机已经成为了 人们必备的电子产品 耳机一代就可以立刻 进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 在马路上 在地铁里 我们随处可以看到 使用耳机的朋友们 但是近些年来 因为不正确地去使用耳机 造成了很多人的听力下降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去筛选 和正确地使用耳机呢 我们今天来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耳鼻咽喉研究所 听听这里专家老师的建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 耳鼻咽喉研究所 于1987年建立 先后被国家和军队 定定为全军生损商 防护重点实验室 龙病防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等 在以江四常 杨伟严 等四代学科带头人的领导下 该研究所已承担国家 军队 各项重大课题近200项 取得突出成就 本次配合我们进行实验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医学部副研究员于宁 刘老师 特别来感谢您一下 我这个突发性的耳聋 好了 祝贺 祝贺康复 而且之前您给了我很多 这个有关于听力保护方面的建议 包括在生活当中 我特别注意了一下 尤其是这个耳机的使用 特别关键 有帮助就好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耳机 这是我同事的 他说他使用的这个耳机 是降噪耳机 您之前也说要使用这个降噪耳机 对吧 是的 对 他给我看了一下 他使用的这个耳机 看起来有点降噪 但是我上耳一听 我就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 这个降噪效果 所以想起您帮我看一看 它到底有没有降噪功能吧 降噪耳机是有些具体的参数了 第一是它总的歌声量是多少 在每一个频率上才能降多少 咱们可以用这个设备 来对它进行一个具体的测试 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的降噪能力 好 来 请 这一款降噪耳机真的降噪吗 什么样的耳机 才会有较好的降噪功能呢 我跟于尤其来到了一个 全新的实验室 我们看到了满眼的橙色 是西棉的这个材质应该是 然后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特别的安静 进来就忍不住想小点声说话 包括耳朵的感受 也跟在外面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老师现在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个实验室是做什么的 首先大家看到的这个橙色 是一个尖僻 进行息声 一个声音发出之后 它可以向远处无线的传播 而没有反射 它是一个模拟自由生产的 一个半销声室 因为它有一面是光滑的地面 如果是这一面也做上尖僻 那就是一个全销声室 销声室简单来说 就是不具有声学反射能力的实验室 声源在发声后会被吸收 不产生回声 而在声学的实验室中 有一个与销声室 具有相反声学原理的混响室 混响室是一个能在所有边界上 全部反射声能 并在其中充分扩散 使其各处形成声音能量密度 均匀的实验室 分别在两种实验室里 扎破一个气球 来 三 二 一 而在半销声室中 听到的声音 因此两者的实验用途也不同 那么这种实验室 对于比较精密的设备的声学特性 可以进行一个检测 比如你手里拿的这个耳罩 那么它的隔声的参数是怎么样 咱们可以在这个环境下 进行一个准确的测量 这款耳机的降噪功能到底如何呢 我们首先让主持人佩戴上耳机 进行主观测试 余老师 那您说我们测试一个 或者什么样的环境比较理想呢 我们可以选择70分尾或80分尾 模拟人在乘坐地铁 或乘坐公交车时的背景噪声 很多朋友喜欢在坐车的时候听耳机 这个时间呢 如果是它的隔声不好的话 你需要把音量挑得很大 实际上这是对听力就会有潜在的危害 我就是这样的人群 上了地铁或者是坐公交车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听音乐 咱们测试一下 就这么戴上 对 那您要不要戴一些防护 我准备了耳塞 我要戴上耳塞 戴耳塞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戴右侧耳 只要左手从颅后绕过来 把耳朵拉直 外耳道一般是弯的 拉直之后呢 再把耳塞塞进去 就会塞得比较深入 这样的屏蔽效果就会比较好 在那边就是这样 同样的 在左耳呢 右手从脑后呢 把它向后上拉起 使外耳道成 拉直之后 再将这个耳塞放入 那么这样塞的效果的 也会比较好 塞好与没塞好之间的 隔声量能差一半 来 咱们开始吧 好 现在开始放一个 70分位左右的声音 我把耳塞带上 好 好 给声音 现在听起来 有一种海浪的感觉 您可以摘掉耳罩 镇屏好像也是海浪的声音 你的主观感受怎么样 约老师 我听了一下 我感觉带上 确实是比煤带要好一些 但是好得不太多 我们可以用这个人工头呢 来进行一个客观的测试 看看它到底降了多少 人工头主要模拟人体的 头颅和躯干 其耳朵内侧 放置了一个用来收集声音的 麦克风 从而模拟 人体佩戴耳机的效果 将测试耳机 佩戴在人工头上 把施加的噪声音量 与人工头收集到的音量相比 其差值即为耳机的隔声量 那我们现在已经给人工头 佩戴好的耳机 来看一看接下来的测试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因为我们下面用人工头来测试 这是一个噪声环境 对听力是有潜在危害的 咱们可以离开这个环境 我们到设备前来观察 它的屏幕上的数据显示就好了 好 走 咱们看一看 在70分贝的噪声下 戴上此款耳机的人工头 所收集到的声音强度 在62分贝左右 即隔声量为8分贝 如果在不同的噪声强度下 进行测试 耳机的降噪效果 会不会有变化呢 刚才从数据上看 隔声量只有8个分贝 稍微有点低 有点低 对 但是咱们还可以 在不同的强度下 再分别测试一下 例如50 70 100 这样的生涯级的情况下 那我们接下来先试一试 这个100分贝 100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生活当中 100分贝就属于 比较强的噪声 强噪声 对 例如工厂的汽笛 飞机起飞 听到的噪声会超过100分贝 根据国家职业卫生噪音标准 在85分贝的噪声环境下 允许接触时间为8个小时 声音量级每上升3分贝 听力可承受时间缩短一半 也就相当于 如果完全暴露于100分贝的噪声下 15分钟就会开始引起听力损伤 此时更需要一款降噪耳机 来保护听力 那么这款耳机 在100分贝下的降噪效果如何 我们先让主持人进行 不戴耳机 与戴耳机的主观感受测试 刚才吓了一跳 这个声音确实来得太突然了一点 戴上耳机之后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化 另外就是我感觉会有点头晕 稍微时间长一点点会有点头晕 是的 这个噪声的一种对神经系统 还是有影响的 这是100分贝的 是的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100分贝会出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我们给这个人工头戴上 好的 请您戴上 当把噪声强度提高到100分贝时 这款耳机的隔声量 仍在8分贝左右 于老师 那我们现在做完了100分贝和70分贝测试 可是我们在实际生活的场景当中 也不会说一直长时间地去待在这种 降噪音到这个环境里面 比如说现在说话这个音量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分贝情况 我们说话的这个环境 我们可以用升级剂来测一下 您可以看 升级剂现在显示的这个数值 是在60上下 就是一个日常的工作 或生活环境的一个噪声 咱平时说话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声音了 对 好 现在你看 如果不说的话 会到40几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测试一个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分贝值 因为可能在这个声音环境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我们可以做个实验 好 来 测试一下 我们选择50分贝 好的 50分贝 当实验噪声减小为50分贝 测试到这款耳机的隔声量 仍为8分贝左右 通过我们刚才的测试 不管是我的主观感受 还是刚刚我们出的这个人工头的客观检测结果 这个耳机呢 只能降下去8个分贝值 不管是50分贝 70分贝 还是100分贝 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 是的 它的隔声量是出场时就已经稳定了 不会因为这个我们接触的噪声强弱 发生改变 那这样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的 现在从数据上来看呢 它的降噪量有点低 市面上常规的常见的耳机呢 降噪量在20到30分贝 8分贝呢明显的偏低了 所以这样的耳机呢 在安静的环境下 听音乐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比较强的噪声下 它就有可能会损伤到这个听力 因为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 听音乐的效果呢 需要更高的音量 起码要高于这个背径噪声 背径噪声已经很高了 还要再高点它 那么这样就像无形当中呢 给耳朵带来了很多压力 通过检测 我得告诉我的好朋友 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它这个耳机呢 好像还真不是什么场合 都适合佩戴了 那您说长成这样都不行 那长成什么样的耳机 它才能有降噪的功能呢 欢迎您到我的办公室啊 看一下更多的耳机的一些选项 会有个直观的感觉 这个降噪耳机啊 从功能上来说呢 分两种 一种就是单纯的耳包呢 它把耳朵包住 变成被动降噪 还有一种呢 是在这个基础上 加上主动降噪 就您拿这个 比我带来的这个要好很多 应该说在降噪上 它的性能会比它更好 第一个呢 它的耳包更大 我们就把这个耳朵呢包住 那么这个耳包呢 就只有薄薄了一层 它的降噪效果就明显地 不如这个耳机 第二个呢 它还有一个主动降噪的功能 被动降噪 原理是利用隔声材料的 物理特性来进行降噪 主动降噪技术 是在物理隔声的基础上 耳机内部设有音频处理电路 自动监测背景噪声 降噪系统实时产生 与噪声相位相反 阵幅相同的声波 通过两者的反向叠加 抵消噪音 实现降噪的效果 我现在能带来吗 可以 那你试试 什么都不用连 就能感受它这个 被动的降噪效果 是的 瞬间就有这个安静的感觉了 我现在只能听见自己说话 而且感觉自己声音特别特别大 是的 这就是被动降噪起作用 那么它会把道声呢 这个幅度降下来 我得稍微翘一点这个耳机 让听见您说话 我们要不用加上这个主动降噪 来感受一下 好 那我给你开一开 这主动降噪功能一打开 会有一瞬间的会觉得 耳压稍微强一点 就觉得像在潜水 或者是在飞机起降的时候 那种耳朵的感觉 因为它相当是 发出另外一个声音 来抵消背景噪声 那么多一个声音 这样的压力就增加了 适应一下就好了 这个一般情况下 不会有运气不舒服的状态 我先把这个拿下来 好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具体多少呢 咱们也可以用设备 来进行它测试 看看到底它有多少的隔声量 相当效果到底有多好 好 咱们来做做测试 好的 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棒的 我们带着这款耳机 再次来到实验室 那咱们接下来这个实验 老师您说该怎么去设计它呢 首先我们先用人工头进行测试 测试是第一步 先不开主动降噪 只是进行这个被动降噪的测试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被动降噪技术上 再来打开主动降噪 看看主动降噪 开与关的降噪量区别 当降噪效果关闭时 相当于只有被动降噪 此时分别给予50分贝 70分贝 100分贝的噪声进行测试 实验结果显示 这款耳机被动降噪的 平均和声量为24.2分贝 好 刚刚我们做完了测试 它这个被动降噪的功能 老师您觉得表现怎么样 它的这个测试数值呢 应该是几次呢 都在20到25之间 目前来说呢 还是不错的一个降噪的耳罩 也就是说你戴上这个耳机 它本身就可以降掉 20到25分贝做的音量 是的 这会有个非常好的 听力保护的作用 那如果把它这个降噪功能打开呢 当把主动降噪开关打开 实验的噪声强度 仍选择50分贝 70分贝和100分贝 结果显示 这款耳机的隔声量 达到32.9分贝 要是我们这次打开了 这个主动降噪功能 它会降低得更多吗 是的 特别是在中低频 刚才咱们测试了之后 那么它还有 10个分贝左右的 这种降噪的能力 将两组实验结果 进行对比 我们发现 被动降噪在全频上 均有降噪效果 而在被动降噪的基础上 在打开主动降噪功能后 高频段的噪声值 并没有明显变化 反而在中低频段 有更加明显的降噪效果 那它这个主动降噪 跟被动降噪 为什么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呢 主动降噪跟被动降噪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会针对一些特定的频率 比如跟被动降噪来什么 我就全频段的降级相比下 它会有一个选择性 因为主动降噪技术的工作原理 就是把收集到的声波 进行反向位抵消 中低频声波的波形较长且稳定 容易被芯片识别 高频声波的波形比较短 而且变化很快 可能导致主动降噪芯片的算法 来不及处理 因此高频噪音 很有可能在还没有被麦克风 捕捉到之前 就已经被人耳听到了 在这种偏差下 反而变成了同向的信号 形成风噪效果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 用耳的时候要注意用耳卫生 音乐的这个音量 那么尽可能不要超过60 时间每次不要超过60分钟 那主动降噪的技术设计 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效果如何呢 我们带着这款耳机 来到了几处常见的 生活噪声环境中 进行实地测试 我们现在来到了街道上 我带着一个升级机 另外我的手机 连着一个主动降噪的耳机 我们来测一测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它的噪音分贝大概是多少 而且在这样的分贝条件下 我们使用主动降噪耳机 声音开到百分之多少 才是一个合适的音量呢 来 我们先测试一下 好 经过了大概一分钟 我们测到的一个噪声的分贝呢 大概是在70分贝左右 在70分贝的噪音条件下 我们来听一听音乐 看看这个耳机 需要把音量调节到多少 才是一个合适的范围呢 我现在大概呢 是把声音调到了百分之五十 经过测试呢 在70分贝的街道上 我们把声音开到百分之五十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更换一个场景 看看在不同的场景当中 我们这个声音会不会有所变化 好 我们现在呢 找到了一个声音 更大一点的地方 我们在身后呢 有公放音乐的一个喇叭 我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它的这个声音分贝 大概是多少 这个时候它的分贝值 大概在72到73左右波动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样的分贝条件下 我们还是用刚才的音乐 看看同样的耳机 它的音量是不是要调整 到不同的大小 比刚才高还要低一些呢 我们来试一下 好 我现在呢 在耳机里面听到的 完全没有环境的声音 全部都是来自我手机 去播放的这个音乐 它的声音值呢 同样是百分之五十 好 这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换换其他的场景 看看会不会有所变化 走 好 现在呢 来到了一个噪音 比较大的工厂 我们来测试一下 现在这个噪声的分贝 大概呢 是在85分贝左右 我们试试在这样的条件下 来听听音乐 看看它的这个反应 效果是怎么样 现在呢 戴上耳机之后 它的这个整个的降噪效果 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我现在声音的这个位置呢 开到百分之五十 是最舒适的一个范围 百分之五十 之后我们来到更加嘈杂的地铁上 此时的噪音音量接近九十分贝 再次用同样的一款降噪耳机听歌 发现手机音量只需调到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因此 结合生活场景来看 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声音 大部分集中在中低频 有主动降噪功能的耳机 已经可以抵御 绝大部分的公众噪声 起到较好的听力保护作用 我们带着测试结果 再次回到研究所 在这个地铁上 工业园 还有街道上 户外 我都做了一个测试 普通的环境都是了 非常好 声音也不用开得特别大 百分之五六十就行了 然后听得也比较舒服 这就达到听力保护的作用了 幼老师 那这个耳机 咱们就知道能选了 那对于大家来说 市面上有很多耳机 都有这个降噪的功能 那我们该怎么去选呢 是不是选这种戴得紧的 然后这个耳包厚的 就可以了呢 对于耳机的选择 实际上有很多的参数可以考 首先从外观上来说 耳包进行大一些 被动降噪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第二个呢 那么我们看它 有没有主动降噪的功能 降噪的功能有多少 那么是降十个分贝 还是降二十 那么效果也是明显不同的 那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耳机可以做一个测试 测试之后 那我们再来看 好 这除了这个还有很多 对 还有其他的 我们带着几款不同的 有主动降噪功能的耳机 再次去实验室 进行隔声量的测试 经过我们的实验测试 我们带回了这个 降噪效果最好的一款耳机 而且它还有通讯的功能 是的 您可以带它试试 好 马上就安静起来了 你好 能听到吗 把麦克靠近嘴唇 我现在说话您能听到吗 我能听得到 这种设计就是为了避免 空气中的其他噪声 那么进到这个麦克里 只有离得比较近的声音 才能进得来 因为在很多的强噪声环境下 如果是戴上耳罩 那么就不能进行这个言语沟通了 对 这一款的耳机实际的出现 就解决了噪声保护 和指令传送的问题 大家从这个正面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耳机 非常的厚重 而且贴得也特别紧 对 这就有一个新的问题 若老师您说 我这长时间佩戴 是不是有点太勒了 勒得有点疼 是的 你提的这个问题 确实是一个 非常突出的一个矛盾 而且很多这个降噪耳机 都有这个问题 是不是头戴式的嘛 只要它效果好的 就会有这个问题 对 它如果是加持力不够 那么它就会出现漏的情况 漏的情况 降到效果就会打折扣 但如果完全扣紧 加持力足够大 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那么你还觉得还可以 如果超出了一定的时间 例如待了4个小时 6个小时 那么微循环这时候会压迫 那么出现微循环的障碍 就会出现痛觉 那怎么解决呢 这个问题就要通过 第一 寻找新的降噪材料 第二个呢 那么这个像耳垫的这种材料 要寻找更加柔软 更加适合有皮肤的这种材料 目前降噪耳机在降噪效果 和舒适度上 还没法做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因此下一步的研究 正在往空间降噪 寻找更轻便的 吸收材料的方向发展 那在市面上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降噪耳机 那具体在选购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看什么 看哪些内容 来确定它是不是一个 好的降噪耳机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还要看这个耳罩耳塞的标称值 像这个耳塞呢 那么它的包装上呢 就有一个降噪能力的标识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它从125赫兹呢 一直到8000赫兹 每个频率能够降多少 全都标识出来了 例如125它能降21.2 那么这个值呢 标称值越高 那么它的降噪效果就会越好 因主动降噪技术的芯片成本 价格过低的耳机 基本没有主动降噪功能 因此在选择降噪耳机时 除了关注价格外 还要注意查看耳机的降噪范围 性能优良的降噪耳机 大多可以降低20到30分贝 另外要注意佩戴的舒适性 尽量选择耳垫柔软 包裹性好的头戴式耳机 那现在耳机我学会选了 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选好耳机之后 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建议呢 第一个 如果是听音乐的话 这个音量不要过高 还是遵循60%的原则 音量 在播放的时候 不要超过这个飙声值的60% 是最安全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呢 听的时间不要过长 时间不要长 例如一个小时要休息一下 60分钟 即使是选择了很好的降噪耳机 也要注意休息 是的 降噪耳机的出现 是为了方便使用者 在噪声环境下 也能听清耳机里的声音 然而即便选择了一款 降噪性能良好的耳机 也不能把音量开得过高 或是佩戴时间过长 否则均可能造成听力损伤 引起突发性耳聋等听力疾病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 如若出现听力问题 需在一个月内及时就医 防止提前拥有一双衰老的耳朵 好 感谢余教师做客实验现场 非常高兴与大家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 更多精彩请继续关注实验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